他对家翅膀 这个状态 他不过在外 是没有打工的人 吃不上穿不上 穿不上我们看出来 衣服又破 吃不上就说明 他脑子里想的是一烧饼 我们把它摆在这儿 随时让大家看着这个画面 之前的几个前女友 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 有多少个 不够 几十个 不止 几百个 一只手能数完 五千 我不是皇上 好吧 好吧 你这个人太耿直了 在我跟张倩之前 我谈过好几次的恋爱 然后 每一次 百分之一百 从来都是对方跟我说分手 的 然后 你的命真好 然后 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对我来讲我真的是这样子 以前我曾经试过 有一个女友 我明明知道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了 她一直不说分手 我就一直忍着 直到一天 她就跟我说 她说能不能两个都要 当然那时候比较少了 小也不行 小也 也懂得谈恋爱了 然后 我也答应 就是我能 我那时候答应 除人为乐的精神 就是可以跟另外一个男生 大家一起 共同 爱一个女人 那当然呢 最后是 有职而重了 有吉 之 之 之 那都无所谓了 有职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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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职而重 因为最后警方干涉了 这个事 没听说过有小三口 关日子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这爱情的态度 是